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科學家發現 當物體的尺寸縮小以後 它的性質往往變化很大 甚至產生新的現象 原因之一是物體的體積變小時 其表面積A與體積V的比值會增長 一個物質,比如說一個鐵球 鐵球的話,它的表面積跟R的平方乘正比 它體積跟R的三次方乘正比 所以它的表面積比上體積 它是跟什麼呢?跟R是乘反比的 我們曉得說,表面上的原子素 這表面上的原子素的話 跟它的表面積乘正比 整個物體的裡面 它的原子素的話,跟體積乘正比 所以的話,這個東西也會跟什麼呢? 也會跟表面積的這個什麼? 這個原子素 除以全部的原子素 這個比值乘正比 也就是說,N除以N的話 這跟R是乘反比的 讓你知道的話,你這個R如果縮小的話 這個就會變大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物質 你尺寸的話,縮小以後 它這個值的話呢,會變大 好,現在他說 其表面原子素小N 與內部原子素大N的比值 也會隨時增加 就是說,R縮小的話,這個值會增加 此為奈米科技的表面效應 好,那麼他問說 現在有一個半徑 100奈米的實行鐵球 這是鐵球 鐵球的話呢,是用原子做成的 好,然後另外一個 一公分的實行鐵球 它的小N比大N 這個是這個多少倍啊? 讓你知道,這個跟什麼 跟這個R分之1 那個R 跟R是乘反比的嗎?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 隨便給啦 給個名字叫做 比率好了 Ratio 比例嘛 R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 小 或是用C好了 這個跟R 就重複了 我們知道這個C 這個C小R C小R 比上這個C大 這個呢 等於多少 等於大 比上那個小R 那會是幾倍呢? 我們現在的大是 一公分是10的負二次方公尺 所以這10的負二次方公尺 然後這100奈米 100奈米 1奈米是10的負九次方公尺 所以它比值這個樣子 所以10的負二減二加9 所以是10的九次方公尺 也就是說這個 就是這個比值 它比它的話呢 是10的 10的五次方公尺 9減四是5 所以是10的五次方公尺